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时间给秦辉老师 用百明的话来说 他前面抛砖了 他现在要引玉 引出秦辉老师的预览 好 谢谢大家 我刚才听了百明的发言 本明我们原来都是在美国期间 就是来往不少都是朋友了 我们在他们家也住过 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 而且老师说 我和军院反正都很关注苏联 或者美国苏联东欧这些历史 也听到过各种各样的这些故事 但是刚才他的那番讲话 提到的很多东西 我也还是第一次听说的 其实在东欧的历史上 在努力的历史上 宗教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包括美国中宗教最早的旧礼派 那些人留下的遗产 他们跟所有人 情节间的纠正的联系 以及天主教会在波兰历史上的 这些作用等等 这个我想都不需要我作用了 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东欧的历史 其实也包括更广义的 就是我们人类的走向光明的历史 宗教这里头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这里 因为我们今天参加这个会议 在座的基本上都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有多少人参加 但是我想可能很多人跟教会是有联系的 但是我这里要讲的就是 我们讲的宗教 其实都是一种原宗教 就是一种所有的宗教 如果它成为真宗教 都必须具有这种精神 就是宗教的超越精神 那么如果我们简单的把这些过程 归结为每一个具体的宗教 甚至是具体的某一个教派 某一本书包含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恐怕都是很难解释 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切 包括北宁刚才讲的这一切 北宁刚才讲的那些 的确是我们也可以说是 证明了那种 明明之上有一个上帝的伟大 因为我很早就讲过 唯物主义是不能解释人类的历史 甚至都不能解释自然界演化的历史的 比如说它就完全 如果按照唯物主义的一些 那关于用宗教解释历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最好是要超越某一个教派 比如说就在美国最近的这次选举中 我觉得就很多人就是谈到 对宗教甚至具体指教福音派 某一个教派起的作用就特别大特别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无论在论述上还是在 无论在那个执政的论述上 还是在基本上 我们都会碰到一些困难 我们现在需要讲的就是上帝 我觉得就是那个在物质世界 在那个人类世界之上 有一种能够解决我们所不能所未知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事实上 不能够从那个伪物主义的理论中 证明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 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的 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仍然可行 那就当然是因为有一个 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 但是这种力量啊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它过于具象 在我们现在的一个场合中 我想有一些属于共识的东西 我们就不需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这里要讲啊 我最早是从二十多年前 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 我曾经在1997年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过一本书 叫做《十点自由》 这段书里头就提到一个事儿 我就说那个 就是我们当时都是主张自由主义的 自由主义其实是 我讲的最简单点 自由主义其实是要强调 每一个人都有平庸的权利的 你不能强迫某某人崇高 这个以前我们这个体制 最大的问题就是 整天指责别人不崇高 整天要改造人 要进行什么思想改造 要把人塑造成如何如何的 那些人 那么这种做法 导致很不好的东西以后 思想改造的 其实至少在中国 我们就知道 其实西方也一样 在进步过程中 都有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包括西方在走出中世纪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都有一个世俗化的过程 包括在中国改革初期 陈丹青他跟我曾经有过一个谈话 他就讲过 他说什么都不信 是走出那种状态的一个 很必要的阶段等等等等 我们其实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但是后来这个事情 后来就走着走着 就走不下去了 走不下去的话很简单 其实我想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八九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朋友 就是我们在美国的 他说胡平学生 他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 他表达过一个非常有趣的 非常简单的讲法 他说他愿意服从一个可以反对的政府 但是坚决反对那种 只准服从的政府 这个话其实非常容易懂 但是这句话也很简单 不过虽然很简单 我现在越来越感到 真的能够做到 其实好像是 从物质上的人性来讲 是好像是做不到的 因为所谓的服从 愿意服从可以反对的政府 又坚决反对 只准服从的政府 说穿了就是说 或者更简单的说法 叫做 叫做所谓的 见好就收 见坏就上 但是实际上人性 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 就是奇软怕硬 所以那个见坏不上 见好不收 这是一个 我觉得不光是中国 就是整个人类都有这样的 都有这样的特点的 那么你要克服这个特点 实际上就是 我在这本书里头 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 它设想的一种社会秩序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庸 而且可以理直气壮的平庸 也就是说 你不能强迫我高尚 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秩序 包括比如说赵小博士 他是学经济学的 经济学的那个 经济学的那个逻辑预设 请注意我这里讲的是逻辑预设 我从来不认为 这是一种事实前提 逻辑预设它只是说 这是我们考虑的一个底线 比如说那个 所谓的经济人理性 所谓的每个人都追求 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其实当年那个 当年那个约翰尼尔 他就已经讲了 他说经济学必须有 这样的一种预设 因为如果你没有 这样一种预设 你设计的这个经济逻辑 就没有办法运行的 但是这个预设绝不是说 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或者说人只能这样的 更不是说 人如果这样就更好 就是说人是自私的 那么如果人不自私 好像就不好 或者说人是应该自私的 当然不是那个样子的 我们讲的经济学 只是说 我们设计的这一套东西 比如说市场经济中 讲的交换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 那么按照这种规则 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 有利于所有人 徒子的这样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当然就是 当然就是那个市场经济制度了 比如说 那个斯密就讲了 他说我们能够吃到饭 不是因为有某一个大公无私的厨师 或者大公无私的农民 给我们提供了食物 对吧 这些农民和这些厨师 其实本意就是要自己赚钱 对吧 我们就说有衣服装 不是因为有某一个大公无私的裁缝 或者大公无私的棉农 对吧 他主动给我们奉献了这些 一些类的牟利的 但是由于 假如我们都遵循交换的这个原则 那么就可以 也就是说我们这套经济逻辑 是在假设人们都可以 每个人都自私的情况下 他也是可以运作的 但他并不是说 人们事实上是不能高尚的 人们事实上 只是只能考虑自己的 这个说法 我觉得就解释了 这个自由主义 它其实对人性的假设 你可以摆得很低的 但是自由主义秩序 在现实历史中 我这里讲的不光是中国的历史 因为说实在的 如果我们不再有某种 比较独特的线路之间 去看西方的历史的话 那么即使是西方人 走向自由的过程 是非常的漫长 因为人性中有一个根本的 一个很糟糕的地方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追求自由的 但是他们往往 并不跟踪别人的自由 就是皇帝他都是要自由的 他都是要 希望他能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 但问题就是 他自己的自由 他是保贵的 但他并不跟踪别人的自由 所以一代一代的人 他要追求自由 但是他追求 他追求到了以后 他领导了追求自由 斗争的那个东西 成功了以后 他就变得 他自己的自由 无限篷断 而把别人的自由 都给 都给踩在脚下了 那么因此 我们现在要追求的 就是一个 允许每个人都 比如说 我跟陈丹青对话的时候 陈丹青就一代强调 说这个 对付我们原来 要对付的 那个体制 就是要强调平庸 就是要强调那个 那个什么 我说这个是非常 自由主义就是一个 允许所有的人平庸 而且理直气壮的 平庸的 这么一种体制 但是问题是 这种体制 就是只靠平庸 则是建立不起来的 因为我前面已经讲了 只靠平庸 如果一个社会 所有的人都是平庸的 那就会造成 所谓的 世人皆知 奴隶苦 三个和尚 无自由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要摆脱这样一种状态 其实就是需要有一种 朝日精神 所以我就说 这个自由主义 它的论证是很容易的 但它的实践是非常的难的 这就是我要写的这本书 叫实践自由的原因 为什么论证很容易呢 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假设了 真理的多元性 他强调的恰恰就是 每一个不存在的一种 一种能够 一种东西 我必须说服所有的人 而且必须要所有的人 都能接受 那么社会主义或者说 马克思主义需要这一套 所以它会有资本论 所以它会有 那个长天大论的逻辑上 需要非常高的智力 才能够建构起来的 一大套的东西 可是自由主义 它的道理说的 最简单一点 就是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权利 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 因此它实际上是 不需要认证的 不需要非常强大的认证的 所以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如果你不是自由主义者 你就必须要告诉别人 你们都必须相信我 因为我如何如何如何 讲一大堆东西 可不自由主义讲的就是 你们所有的人 其实都是 都应该只相信自己 就是相信你自己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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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判断力 或者相信你自己的理性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它就有个实践上的问题 在经济学上就是 其实就是所谓的外富性问题 因为经济学上讨论了 很多很多外富性 其实最大的外富性 就是自由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只有自由是可以共享的 如果不能共享 就不是自由 但是争取自由的这个过程呢 不足够的价值 绝对是很具体的 对吧 就是往往就是争取自由的那些 那些先去者 对吧 那些先贤 由他们来承担的 他们就是受苦者 对吧 而且他们的受苦 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一种宗教精神 哪怕他并不是个基督徒 对吧 因为他就是为 所有人的自由 而承担了 只有他自己承担的那种苦难的 对吧 我觉得 他追求自由之人的天性 不是哪个文化中才有的 对吧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 任何一个文化中的 国家或者社会 他都把监狱当作对人的一种惩罢 为什么呢 因为监狱割夺了人的自由 而所有的人持续自由都是很痛苦的 对吧 但是 所有的人都希望自由 并不意味着自由制度就会到来 因为很简单 所有的人都希望自由 但是所有的人都希望 通过别人的奋斗 使自己能够搭便车的 或者自由 这个不光是 中国是这样 其实西方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他一定要有一种崇高精神 这种崇高的精神 其实说的简单点 就是不能律人 只能律己的崇高 就是有些人 他就是要奉劝 而且这个人 他也许本人并不存在着 登取自由的问题 他就是个自由人 但是他要为别人的自由 而做出牺牲 比如说美国的废奴主义 美国的废奴主义 其实都是由自由人建立的 他们本身都是自由人 美国的废奴主义 并不是在奴隶中流行起来的 并不是在黑奴中流行起来的 而是在那些自由的白人中流行起来的 那么这些人 他为什么要争取自由呢 他们本身已经生活在自由中 自由对于他们来讲 并不需要争取的 而这种争取 会为他们带来一些 一些会让他们付出一些代价 在美国不用说 在其他国家就更明显了 在一些专制国家 那这个当然就更明显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而且你这样做 和另外一些高尚的人不一样 另外一些人看起来 他也很高尚 他也愿意做出牺牲 但是他认为 他在这种道德的基础上 就有资格去强制别人 去强制别人也做出失神 比如说你也可以说 霍梅尼他也是个宗教思想家 他也是抵抗 他也曾经抵抗过强权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抵抗强权 比如说巴列文时代的那种强权 他也是受过迫害的 逃到西方去很长时间 但是他受到迫害 在他做出了他的努力以后 他就认为他有道德优势 可以强迫别人去服从他 于是就出现了 原教主义出现了这种种种 我觉得我们要在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神权 其实老师说我们讲的神权 其实都是由人来 假称神的意志来实行的 因为真正的神 其实他权力无所不在 但是又无所在 他是明明之中的一种中序 如果有一个具体的机构 说他能够代表神拥有什么什么权利 那就是宗教合一了 当然那就是我们任何一个真的宗教 宗教徒 我这里讲的不一定是基督徒了 任何一个真正具有宗教精神的人 都不能接受的 那么很多人他就是这样 他为自由做出了奉献 但是他以这个奉献为理由 就要强调他自己 比较比别人更多的自由 或者别人应该有 比他更少的自由 为什么 因为他高上 别人都平庸 那么我们现在要对自由主义 恰恰是不承认这一点的 但是如果人人真的是很平庸 那你就得不到这个平庸的权利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一定需要有一种精神 甚至也可以说 一定需要有一种意志 这种意志就是可以克服那种 众人皆知无异苦 三个和尚无自由 就是在追求自由这样一种 公共性最强的公共物品的过程中 需要克服的这样一种精神力量 那么这种精神力量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讲的宗教 我们讲的那个 作为人类 它和其他动物所不同的一点 就是它有这种精神追求 那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觉得追求自由 甚至都不是人类所特有的东西 曾经在大概二十多年前 写过一篇小文章 以前是提到 我说这个自由这个东西 不但是人类的追求 甚至也是生物的追求 是所谓的万类双肩 尽管人类 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底性 每一个文化可能也有文化的个性 那么人就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人和其他动物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他动物之间的不同就更多 我当时曾经讲 我说比如说 动物学家知道老虎就是一种 彻底的个人主义者 现在动物学家都知道老虎是独居的 它其实只有在发情期 它才会有交配 交配完了就够个了 它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老虎群 什么什么这种东西的 但是有些动物 它是社会性动物 比如蜜蜂 比如蚂蚁 那么都是 它不能单独生活的 都必须要形成很大的团体 如果用世俗的语言讲 老虎是天生的个人主义者 蜜蜂和蚂蚁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 那么有些人就会说 蚂蚁是需要自由的 蜜蜂和蚂蚁 它们就是不需要自由的 它们只需要服从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的 我当时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我说蚂蚁需要服从 蜜蜂需要服从 它们也只是服从 它们所认为应该服从的那个团体 如果你把它弄到另一个团体中 那是它们也是绝对生活不良的 比如说 你把一个蚂蚁放到蜜蜂群中 把一个蜜蜂放到蚂蚁群中 甚至把一个蜜蜂放到另外一个蜜蜂群中 或者把一个蚂蜂放到另外一个蚂蜂群中 它也是不能成全的 它只能认同它愿意认同的那个群体 这是什么 这就是自然 我当时曾经讲过 哪怕我们要主张人民公社也可以 主张人民公社 我应该强调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自由选择 他想去的那个公社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人民公社 有什么不可以存在的呢 比如说 他们在以色列的那个基布茲 他不就是公社吗 而且他的公共精神 休息在十八国办的程度 比中国的人民公社还要高 但是基布茲为什么能够存在呢 是吧 就是因为基布茲就是由自愿的构成的 任何一个基布茲主义者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基布茲 你能够可以到 你能够完全可以到另外一个基布茲去 这一点就决定了 这个这个这个人民公社是不符合 人性维持不下去的 而以色列的基布茲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当然这里又有个前提 以色列的基布茲也不可能 把所有的人都包困进去 因为它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面 只有自愿者可以加入 那不自愿的那当然很多 所以以色列的基布茲始终都存在 但是加入基布茲的人也并不多 但是正是这种不多的基布茲 我们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的建国中 基布茲的精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这种精神从哪里来呢 对基布茲而言当然就是来自宗教 因为它本身就是犹太教的神传 那么对其他的国家 对其他的文化 我觉得也是这样 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动物这个问题上 我说所有的动物都需要自由的 独自生活的动物像老虎才需要自由 其实群居的动物它也是需要自由的 这个自由就是我愿意服从 服从我愿意服从的那个群体 如果你把我从这个群体搞到另一个群体 那我就活不下去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自由是所有的生物的共性 但是所有的生物和人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觉得就是对于动物而言 每一个动物都需要有自己的自由 但是他们不一定去尊重别人的自由 而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 就是因为它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秩序 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自由 但是同时又尊重别人的自由 那么这种秩序啊 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我觉得可以很多 比如说积部制也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在积部制中 人们过的是公有制的生活 人们过的是集体主义的生活 但是这样集体是我要集体而不是我 而不是我把别人给抓进这个集体 这个就是积部制和人民公社 我们中国人民公社最大的不同 那么你要在一起 我们这些志愿者 如果要在一起生活 我们就在一起生活 到了某一天 我们想担架了 那我们就担架 大家知道在美国历史上 那些公社都是很多的 包括五月八号那帮人 到了普利茅斯这个地方以后 最早的头一年头两年也是过的是 那个公共生活 那个集体生活 也是过的那种 那种类似于积部制或者人民公社那样的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们觉得单干合适了 那我们就单干了 我觉得在这种精神下 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体的 但是前提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 那么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 那么这个这种 这种 这种状态我觉得是 而且每一个人都尊重其他人的自由 这种状态我觉得是值得对求的 而且也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作品 比如说所有的蜜蜂 都没有个体生活的 所有的老虎都没有体系生活的 但是人类就可以 人类就可以既有既不知 也有单干户 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 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这种 幸福的这种状态 这就是所谓的美国宪法中 头一句话讲的 造物主赋予了他们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追求自己的幸福 什么什么的那些权利 但是这种 但是真正建立这样的一种体制 又非常非常的困难 从我总意上讲 这也是人类要完全落实自己 之所以为人的灵性 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那种灵性 就是我们不但自己有自由 而且尊重其他人的自由的 这样一种灵性 说起来它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 一个基本的特征 但是同时它就完全实现 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一个非常难以达到的一个状态 建立这样一个社会 所以无论在哪一种文化中都是非常之不容易的 那么建立这样一种 能够实现这样一种状态 它必须要有一种宗教精神 而且这个宗教精神 在我看来我在这本书里头 就谈到了一个问题 在这种过程中 人类需要神学家 所谓神学家 就是建构宗教理论的那些人 但是更需要圣徒 所谓的圣徒就是实践这种理论的人 就是基督教本身的这个发展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一个 每一个基督教的流派 不管是新教旧教 不管是新教中的福音派 达尔文派 那个路德派 还是其他派品 他们都有一套宗教理论 都有一些理论家 但是这些宗教 之所以有力量 之所以传承到今天 之所以能够 寻成强大的感召力 其实都是因为 其实都是因为 他们有很多圣徒 为自己的信仰 为拯救众神 都做出了自己的牺牲 这些圣徒本身 也许并没有什么 开打骨头的著作 也许也没有什么 很逻辑严谨的神学理论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人 那么恐怕这个宗教精神 最自由的贡献 他就很难落实 当然了 圣徒不可能是一般的凡人 所能够达得到的 比如说我就 不认为我能够成为一个圣徒 但是我至少有个底线 其实对这些圣徒 我是持有一种敬仰之心的 或者说是一种养护之心的 我不会像那种吃人血馒头的人一样 就是被做出了牺牲的这些人 不持一种敬动 或持一种嘲笑 甚至阿古 甚至吃人血馒头的这样一种状态 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这个场合中 可能大家应该都是有信仰的人 但是并不见得在某一种具体信仰上 是一样的 比如说刚才我听到北明的话 北明的话 其实我在这边 我觉得效果很不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我听到他说 他自己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还是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 其实对他这样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 也同样有很大的震撼作用 这个震撼作用来自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来自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宗教的 或者说是所有的宗教 他之所以为宗教都应该存在的 这样一种超越的精神 这种超越的精神 我曾经用世俗的语言把它概括 我刚才讲的 我讲的两句话就是那个 那个高调在高 狗能律子 甚物律人 高利无害 你怎么样的理想主义都可以 人类从来不会因为理想主义本身而受害 而且人类如果没有理想主义 我觉得就不可能有任何文明的存在 所以高调在高 狗能律子 甚物律人 高意无害 但是正因为 这个任何理想主义者 都不可能去强制别人 他可能 他可以自己为理想而现身 但是他不能要求别人 他甚至都不能要求自己的自由比别人更多 别人的自由比自己更少 所以有第二个句话就是低调再低 不欲底线 若能持守 低欲何方 也就是说你可以是个平庸的人 你可以是个自私的人 但是你要必须有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你不能害人 那么如果你能够不害人 那么你低也是可以的 因为一个自由社会就是 就是允许人们平庸的社会 而且是赋予了每一个人的平庸权 每一个人都可以抵制别人的 对自己的强制 包括强制自己崇高的那种强制 一个自由的社会 它应该有这种能力 否则的话 就会有 在不自由的社会 老是有人说 你必须崇高 你必须奉献 你必须信什么 你必须为什么而牺牲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种精神 其实说起来简单 但是要做起来 当然是需要有浓厚的 宗教文化的寻找 我听了北明的话 我听了北明讲的那些事 我就简单的做这么一些补充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秦桐老师 这个我给北明一个机会 北明你可以这个秦桐老师 对你做了回应 这个你可以问秦桐老师一个问题 谢谢秦教授 那个我本来是期待秦教授 说另外一番话的 那些话呢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 就是一个国家的转型模式 是不是只有基督教 就是说 是不是只有基督教 才能把一个国家 从一个掩盘状态 变成文明状态 我们现在其实有好几种模式 那个中国例外吧 那个我们有 有东欧的模式 有苏联的模式 有这个 一会儿赵小教授 会看这个南韩 同时还有日本模式 那个台湾的模式 还有阿富汗的模式 事外的模式吧 总而言之 这各种不同的模式 会打开人的思考 这也是我特别愿意 听秦桐教授 讲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原因 因为中国文化思想史 提供给我们的一些资源 我认为到现在 没有充分的 我说的是思想资源 没有充分的挖掘或者利用 而只是被充分的彻底的 完全的被打倒了 那个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本来是想听见秦教授说 但是秦教授把这个问题呢 发展成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了 那个关于自由主义呢 我自己的研究不很多 不很充分 这个人 人和动物不一样 不能够侵犯他人自由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非常非常现实 对于中国大陆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种强调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太棒了 谢谢百民 秦桧老师 其实有很 刚才讲的很多很多 我认为都是非常精彩的 但是我想 把百民这个问题 再递给秦桧老师一下 就是 实际上他希望秦桧老师 回答一个问题 是不是只有基督教这种精神之言 或者信仰之言 才会产生圣徒 回过头来呢 才会推动这种外部性 可以说最强的最大的 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自由的诞生 这个还是说 我也可以有别的精神之言 别的信仰之言 别的土壤也一样诞生 也有别的模式 从历史上来看 从全人类来看 是吧 我就把这个问题递给秦桧老师 我其实在 就在我刚才讲的那本书里头 就已经讲了 就是说 我们讲的宗教精神 肯定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宗教 那么这个含义就是 当然就是可以 不论是各种文化 人都可以产生 自己的推动力的 是吧 我觉得啊 假如我们真的是 持有一种特别的宗教精神 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 我们心目中的神 它是创造一切的 当然也就是保护了 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宗教 所以如果你 如果能够秉承这样的看法的话 你就不会认为 某一种宗教应该具有很特殊的 任何其他宗教都不具有的某种特点 我觉得这个也是自由社会应该有的一种 应该有这种原则 因为假如你 某一种具体的宗教 至于其他宗教之上 那就容易出现宗教宗教 历史上很多宗教 都有过它的非现代化时期 它非现代化 非正代化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认为这个宗教应该被立为国教 应该强迫所有其他人都信 因为这个宗教最好 其他宗教都不行 那么当然是反对的 包括阿富汗现在出现了自由的失败 我也认为不能用此 就是说某一种宗教是邪教 某一种宗教是什么 因为有两点很清楚 一个是所有的宗教 包括基督教 甚至也包括金教 其实它们的发展 包括它们的理论 和它们的实践 也都是在变化之中 没有一种宗教是从来不病不变 从来就好或者从来就坏的 第二 像宗教在历史上也有非常不宽容的时代 包括在美国的土地上也是这样 所谓的宗教宽容 政教分离什么什么 在任何一种宗教中 其实都是一种演进的过程 第二 我还要讲的一点就是 根据现在语言哲学已经想明的 很清楚的一些理论 一些原理 任何语言 任何文字 这些都是一种符号 而这个符号的解释 本来就是空间无穷打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说 正如 基督教不一定只有 只有用希伯来语 或者希腊语 或者拉丁语 才能够表述 其他语言也可以表述 这一样的 这里我要讲 这个问题曾经是有争议的 因为就在宗教改革的这个 因为宗教改革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把圣经反映成各个民族的语言 曾经有人就不同意 曾经有人认为 这个宗教基督教的这个精神 只能用拉丁语来表述 甚至有人说只能用 希伯来语来表述 因为最早的耶稣 应该就是用希伯来语的 但实际上我们当然觉得 这个是 到了现在不会有人还是这样说的 圣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来表述 那么在表述的过程中 其实就肯定会陷入 肯定会容纳了 各个语言 以及各个语言所属的 每一个具体文化 所特有的一些 所特有的一些东西 那么基督教包括圣经 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正因为这个样子 那个索旭尔才提到一个 一个原则叫做任意原则 也就是说 所有的对象征符号 包括语言也好 包括文本也好 它都只是一种 它都只是一种 那个能子 所谓能子就是象征的工具 至于它到底要象征什么 内容就是所谓的所词 这两者的关系 这两者是一种高度不确定的关系 也就是说 同样的一种符号 你可以用来象征不同的内容 对吧 因此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符号 可以论说的符号 可以论说的文化 其实都是一种符号系统 那么这些符号系统背后 能够表达什么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活动空间的 这个也就意味着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 有一个万能的主题 那么它可以用任何符号 去贯彻它的这些意志 那么当然在这个问题 当然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自由的动力来自 人类的本性 或者说人类的本性 和神性的一种结合 它并不是基督教特有的 更不能说是基督教的某一个流派 甚至某一本书是特有的 但是的确每一个 无论是哪个文化 包括基督教文化中 还真的要落实这个总结 都是比较困难 至于刚才讲的 圣徒 是不是只有基督教中才能产生 至于我要讲 圣徒本身当然 如果要讲它的定义的话 甚至在基督教的各个流派人 都有不同的定义 比如据我所知 天主教的圣徒 是要经过封圣这个程序的 假如没有 罗马教徒的认定 那你就不可能有圣徒 不可能有圣徒可能 但是新教的圣徒 当然就没有这一套 任何宗教对所谓的圣徒 包括伊斯兰教也有所谓的圣徒 对所谓的圣徒可能都有具体的定义 那么按照这种具体的定义 每一个宗教都只能产生他们自己的圣徒 但是我这里讲的圣徒 不是这个意义上的 我前面讲的 我在《十检自由》这本书里头 就已经讲了 我这里讲的神学家也好 圣徒也好 其实都不是指某一个宗教而言 所谓的神学家 就是讲道理的人 就是讲理论的人 所谓圣徒就是实践这些东西的人 而且在这个实践中 我特指的就是 就是为公共品做出贡献的人 尤其是为自由这个公共品 做出了牺牲自己的第一 甚至包括牺牲自己的自由的 这些人 那么这些人中 我觉得无论在逻辑上 还是在历史上 当然我们都可以 在整个 在人类的这种文化中 都可以找到 这也是我们 对这个自由事业 还有信心的一个原因 来回家 很多被捣了 是 得